走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对和朋友开心对饮的确是一件乐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后驾驶 你不单止会破坏自己的前途 你还有可能会对无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无可挽救的伤害 尊重生命 为己为人 切勿走后驾驶 以上是一clickradio带给大家的讯息 大家好 欢迎收听楼房案件101 我是专业房屋案件顾问宋一良 Alan 我也是今天这个节目的主持 因为何杰文去了放假 所以我暂时代替他的位置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一位嘉宾 他上次也来说过 他就是Tim Max的Brian Brian你好 你好Alan 欢迎你再回来 我们很快又见了 对 每人都好 都很好 你最近好吗 大家好 讲这么快 又说是这个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季节 现在很多银行 和你们做理财的顾问 都很忙碌地帮助人客去做投资 近来GBC有个新闻 大致上都是关于这个退休储蓄计划 他提议大家应该考虑一下 如何分散了你们的投资 因为去年来计划 有些行业做得很好 但是有些行业做得不太好 因为可能市场始终还未很稳定 有些回报就比较低 所以很多时候都要记得 退休储蓄和投资有些不同 而且去年你可能投资了某一种基金 但是今年可能又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他们都是着重 叫人们分散投资 因为基金其实都有很多种不同的基金 譬如是所谓 Exchange Traded Funds Gu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 Mutual Fund 很多都不同 所以其实最需要 你们都要明白到自己是要做些什么 所以其实最好 就是找个理财顾问 帮你審查一下 让你看看你的股票 去年做得好不好 有没有需要更改 今年应该投资些什么 所以Brian 我很高兴 今天可以来和我们讲解一下 RRSP 的问题 首先我想问问你 其实有没有一样东西 真的叫做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季节 首先多谢你 Alan 邀请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可能我们都比较忙 就好像Alan说 最近我们很忙 银行 我们的投资顾问 个个都忙着去做RSP 其实是的 因为通常每年RSP 的季度 都是我们可以继续说季度 都是一个年之后 将近报税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说 报税了 我需不需要 要报税给政府 万一我不报税 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们要买RSP 来到退税 所以就说 很多时候 大部分的人 就将RSP 积聚在这段时间去买 所以就排散 每个都去买 变成了一个 我们叫做RSP Season 可以这么说 但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买的 首先先说一下RSP RSP 全名 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 就是叫做 Register Retirement Savings Plan 我们中文就是 注册退休计划 注册退休计划 其实就是政府给我们 将我们有空间 就是这个RSP 空间的位置 我们就去买这个RSP 买了那个额 就可以用来扣回我们 对冲回我们 就是对冲回我们的收入 做到我们交少些税 就是这样的原理 这个也是挺好的方法 因为其实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 那个税 是相当重的 如果可以省到一些税 的话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其实是否真的省了税 就是不用付税 其实应该这么说 RSP 是可以省到税 但是很多时候 一般的市民 或者一般的朋友 他们对RSP 可能就不是完全受分了解 就是我纯粹买了 那就扣税了 其实它是对的 但是其实RSP 我们也都要去了解 日后我们退休的时候 将它拿出来 是怎样去拿出来 或者怎样去做 其实也是很有技巧的 因为当我们拿出来用的时候 其实RSP 是要付回税 是在当年那里 所以就是说 我们也都要去明白 有时如果我们RSP 存到 因为我们其实有见过 有些客户是存到很大笔的 他们可能是RSP 是可以放下去投资 他可能相对来说 做股票 有些人 股票赚了一大笔钱 当他退休的时候 拿出来的时候 反而是影响了 他的老年金 退休金 变了他将来 反而交更多的税 那就是说 现在暂时可以 免税 只不过是 将他交税的时间延迟了 等你第二天 拿出来的时候 你才要付税 是的 你完全正确 那如果我买了RSP 那我可不可以帮我太太买呢 可以的 RSP 其实你是可以选择性 是说 我们俗称就是 买Special RSP Special RSP 就是说 你用自己的房间 自己可以买的压度 不买在自己身上 但是买在太太的身上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一般很多家庭 会有些家庭主婦 又或者 退休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伴侣 会比我们早退休 假设退休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的收入都会比较低 那你就会把那笔钱 可能你的RSP 就放在 比较收入低的伴侣那里 这就造成了 将来他拿出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 他的税率也是比较低 所以你交税的时候 也会交得少了 那又是挺好的计划 因为很多时候 主要收入的人 税率一定是高 比较低的收入的人 如果你说 尤其是伴侣 很多时候都会 在某种程度下 可能暂时停止工作 如果那时候 你把那些RSP 拿出来 那有没有好处呢 Alan 其实你对RSP 都很清楚 就好像你说到 很多个点 都是去到 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个RSP 其实RSP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 买了RSP 因为 假设我们今年的收入比较高 我们想买RSP 来到去 交少些税 甚至乎退回多些税 那是不是代表 你那笔钱 就要一直放在那里 等到退休才拿呢 并不是的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要计划 提早去如何融解RSP 假设我们现在是40岁 你未必一定要等到 自己65岁 退休或者60岁 退休的时候拿 你其实可以考虑 在哪一年 太太是生孩子 那你变成了 你变成了那年 你的收入比较低 其实你应该是 选择在你收入比较低的时候 去尽量拿回少少少的RSP 慢慢去融解它 就做到 不用把那笔钱 延到最后的时候 变成一大笔钱的时候 你要拿出来的时候 交更加多的税 对 因为有时候 有些人客 都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 我年年不停供 不停供 我就很省 像你所说 一直到我退休之后 我真的有很大笔钱 在RSP 里面 但是好像说 到71岁 我就要拿出来 但是那时候 那么大笔钱 拿出来 我就很伤 其实是的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 把RSP 没有明白 清楚 其实如果我们清楚 去了解多些RSP 其实是很有用的 但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个个都是 朋友传朋友 甚至乎去银行 你买的时候 他也都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解释给你听 要怎样用 我们到底的策略 是怎样去拿出来 所以造成了很多时候 Alan 你说 我笔钱越草 越大 到我退休的时候 拿出来 71岁 又要强迫政府 要我拿出来 我交的税 是可能尽多 过我之前 上班的时候 再加上 我退休的时候 会影响 刚才都说过 退休金 老年金 我相信 那么多人 在加拿大做了这么久 尽了我们的社会责任 去交税 都希望退休的时候 政府给一些 补贴我的 起码去喝茶 政府可以帮帮忙一下 当然 一餐茶 就一餐茶 不是说笑的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都很高兴 但你刚才都说得对 很多时候 我自己都经过 早期 我记得 刚刚出了 RRSP 银行很大力提倡 叫人去供RRSP 我自己都是其中一份子 但我记得 初初的时候 很多时候 走到银行 他们都说 你想放在哪里 我说 不知道 我又不是很喜欢 冒风险的人 不如先放在 支付币 或者更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在GIC 但是 我过了几年之后 好像没有什么增值 如果你说 RSP 是一个户口 你其实里面的投资选择 是可以选择 例如 有些人 对投资了解得深一点 就是 会买股票 但有些比较保守一点的人 可能 纯粹放那笔钱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当然 我们以一个投资的角度 如果有笔钱 只放在那里 现金 或者定期 只是拿一点多厘 或者二厘 多些 那我们觉得 是很不值得的 尤其是你笔钱 放在那里 那么长的时间 的而且确 是浪费了 其实外面 有很多选择 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说 for 一些保守的人 买开定期 我不喜欢蚀钱 其实外面 有一些保险公司 他们提出的 一些投资工具 是有 保险回报 5% 很多人可能 没有接触到 因为那些是要 经我们这些 投资顾问 才可以了解到 你去银行 是不会跟你说的 因为他们 也没有这样的 产品可以介绍 给想投资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有一些 人想追求的回报 高一点 除了保险5% 那有没有 其他人的选择 其实也是有 很多的 债券加盟 股票类型 我们俗称叫做 Balance Fund 中性的基金 那些基金 其实很多时候 平均回报 都有8-10% 我觉得 如果我们有这么久的时间 去增长 其实我们应该去考虑 不要只把钱放在那里 不理它 尤其是 如果你说 年轻二十多岁 出来工作 已经开始投资 的时候 几十年来 每年一万几千 都会成为 一批非常可据的数目 所以 其实也是值得来找 你们的顾问 大家说清楚 看看有什么 其他的选择 因为 很多时候 银行未必有 这样的产品 但是 你们就可以知道 有更多的产品 实在也不错 是的 所以 其实 你做投资的话 那个回报 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定律 就是说 72定律 我们就是说 你只要把回报 除回72 你就会知道 你自己的钱 用多少年时间 翻一倍 如果你说 假设我只是 追求1%回报 那你那笔钱 可能72年之后 才翻一倍 那你想想 72年 你才翻一倍 那你真的 要用的时候 那笔钱 都是没有增长的 所以 就是说 你其实应该去考虑 如果保守的人 我会建议 保守5% 那种投资工具 甚至说 我可以 年轻一点 可以承担少少的波动 例如 8%的 平衡基金 我觉得 那些都是 会比较好的 选择 如果根据你说 这个72 条例 那真的 如果你说 有8% 回报的话 那你真的 89年 你就会对开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回报率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休息一会 那我们回头再谈 好吗? 好啊 你现在听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好 看我七船斩 再看我流星剑 華山论剑 每个星期 一班时事评论主持 我是陈华豪 我是赵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个星期五 都会在1clickradio节目 華山论剑 碰面 他们个个唇槍舌劍 論尽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论剑 到时见啦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easy 1clickradio 人生不如已是 十常八九 你 会选择如何去面对呢? 生命有甜 有酸 有苦 有辣 人生不同的味道 你有没有一一细味呢? 逢星期一 1clickradio 诚意献上一个 用正面态度 去面对人生不同经历的节目 世美人生 主持人李向晴 每个星期都会请来一位嘉宾 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 不同阶段的经历和感受 还有正面积极面对困难的过程 世美人生 和你世美人生的正能量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 楼房案桔101 节目主持何铁文 嘉宾主持Alan宋一亮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案桔101 这个节目 Brian 刚才我们说到RRSP的回报率 不如趁这个时间就问问你 RRSP 其实这个季节何时完呢 如果你是想用来扣减上一年的税务 一般是每年的2月底 大概是3月1号前 你就要将这个RSP 买了 3月1号前买了的RSP 你是可以选择用来扣之前那年的税 又或者今年的税 如果你是过了3月1号买的RSP 就只能够当是下一年了 就不可以扣上一年的税 如果3月2号才买 我就要等到我报2013年的税 才可以用这个交付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年份来计算 如果我们在3月1号前买的 就可以用来扣2012年的税 又或者你可等到用2013年的税 但如果你在3月1号之后买的RSP 就一定只能够是2013年的税 如果我买了RSP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RSP 来买屋 或者是做其他的用处呢 是可以的 其实RSP政府 都是有一个 利益给一些首次事业的人士 首次事业的人士 就是说我们在从来没买过屋的情况之下 又或者是5年之后 即是你曾经买过屋 但5年内你没买过了 即是买了一间屋之后 5年以后 你都可以变成为一个首次事业的人士 那你首次事业的人士 就是说你可以有权 在RSP 里面 去拿2万5千元出来 当一个帮助自己的首期 那这个也挺方便的 除了这个之外 譬如我现在想想想想 但我又过期了 我又没有买到RSP 其实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其实都是想退税的 其实是 外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那我们以一个投资的角度 或者一个advisor的角度 即顾问的角度 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RSP 不一定要买到最大 其实你应该去选择 其他一些扣税的工具 例如有些什么呢 例如我们俗称叫做投资贷款 投资贷款的工具 就可能例如 有些人会买第二间屋的 第二间屋的利息是可以用来扣税的 又或者我们有一笔钱 我们是可能用贷款来做 其他东西 可能是基金 或者是股票 那些也是可以用来扣税的 那个利息 所以我们其实 不应该一定说 只是买了RSP 我们应该是去分开它 来到 即是怎样去计划自己的投资组合 就像CBC 说 那些人都是分散投资 我知道近期 有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TFSA Tax Free Savings Account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TFSA 当然可以 其实TFSA 政府近这几年 在2009年 我相信是2009年 开始 给我们加拿大人 只要你年满19岁 你就有权去开一个 TFSA 免税的储蓄户口 但是这个户口的名字 可能有点误导性 有些人觉得 储蓄户口 那我就要用来存钱的 其实并不是的 它其实跟RSP 都是一样 就是说你开了这个户口 你里面投资 是不需要交税的 但是你拿出来 RSP 就要交税 但是TFSA 即我们这个免税的储蓄户 拿出来的时候 就不需要交税 到底有什么好呢 首先第一年 我们开始的时候 每人的限额是有5000 听来5000元 可能不是很多 5000元 但5000元 就是很少 但是 不要忘记政府是说 每年每个人 会有5000元的空间 加上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2009年 2009年 10 11 12 现在都已经13了 13了之后 其实是我们总共有25000元的空间 如果你是没有用过的人 你是有25000元的空间 是可以用来做投资的 咦 那又不同说法 如果你说 忽然间我有一笔钱 那又可以補回去的 是的 没错 再加上政府今年 也都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的免税投资账户 除了5000 它给多500元 从今年开始 它就不是5000元 是5500元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未开过的人 由今年你将笔钱放下去 可以放25500元 去投资的 那么好 我也不知道这种东西 非常好的 尤其是有些投资的人 我真的有笔钱放了 做定期 你其实最应该将笔钱 放到TFSA里面 去帮你做定期 这个是其中一点 又或者拿TFSA 去帮你做投资 当然我们是认为 TFSA的用途是应该放在 回报最大的工具里面 就是有些人如果是 会做股票的 或者 应该将我们回报最多 那个放在TFSA里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赚得越多钱 我们都是不用交税的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户口赚得越多越好 就是如果我有 2万元在户口那里 那我赚到 2000元利息 或者你拿去投资 买股票 就当我赚到10000元 但是都不用付钱 当然是 非常之好的 亦有一个竅门 很多人误解了 就是说 TFSA如果我们投资了 假设我们刚才的例子 Alan 你说 我们拿去做股票 我们由2万元 变成3万元 其实3万元 如果假设 今天我去拿这3万元出来 那你其实是可以等到 下一年 的时候 你将这3万元 是可以 放回去 再加政府给你的 5500元 就是 3万5500元 放回去 不是要等到 我退休才能拿出来的吗 并不是 TFSA这个户口 其实是很 Flexible 是给我们 真的可以 变成一个 日常的操作 我真的可以 变成一个 普通的帐户 放下去 随时拿出来 放下去 随时拿出来 你是可以 每天去做这件事 都可以的 但唯一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我们拿出来的钱 那个空间就是要 下年的时候 即是下年的1月1号 才可以把钱放回去 如果不是你假设 把钱拿出来 第二天又放回去 即是我们现在的空间 是25500元的话 我们第二天又将25500元 今天拿出来 明天或过两天 我们将25500元 放回去的话 这样你就会被政府 罚一个罚款 这样就要知道这件事 没错 如果你假设 我今天拿了 25500元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空间 最多是25500元 我们必须要等到2014年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放回去 到2014年的时候 除了这25500元 就会再加 2014年 政府给我们的 5500元 也就是说大概是 31000元 这个也是很方便的 投资工具 听起来似乎挺有趣的 是非常有趣的 其实我们 是认为这个户口 长远来说 可能政府慢慢慢慢 他会收紧 未必会 再给我们那么大的空间 因为你试想一下 10年以后 或者20年以后 很多人的 空间 是可能变成 10万 或者是20万 即是叫做 他以后做的投资 都是不用交税的 你想想 政府不是少了很多的税收 当然 可能去到 10年 20年之后 可能 就不会再有 那么多 TFSA的 我们俗称的 叫做 居住 可能不是5500元 可能到时 隔一年两年 才给5500元 我们都不顶 这是我的估计 当然 当然 亦都明白 因为 政府最重要 都是靠税收 如果空间越来越大 的时候 他们都会 相当头痛 是的 不过将来的事情 我们又不知道 怎样 但是 听起来 好像比较 和退休储蓄计划 TFSA似乎好很多 因为你想想 你买个RRSP 你一直租下去 中间 除非像你说的 你供了到太太 太太生孩子 暂时不做事 你拿出来 就说 付少一点税 但是 如果我现在 忽然等钱花 我想在我的RRSP 拿出来 就要立即当是收入 应该这么说 两个户口 都有不同的用途 RSP 我们就是用来扣税 其实TFSA 就没得扣税 我们放内的钱 是税后 即 我们交完税的钱 才可以放到RSP 产生不了退税的功能 可能 你的顾虑就是 万一我急用钱 RSP 拿出来又要扣税 TFSA就不用 其实有很多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不会把所有的钱 放在一个工具 那里 就像刚才你看到的 新闻就说 我们其实应该 去分散投资 其实是正确的 这个想法 所以 亦都是说 我们应该可以 考虑去找 我们这些 投资的顾问 或者银行的 投资顾问 深入去了解一下 到底我应该 这些钱 是怎样 去分散 去放呢 反而我觉得 应该是 会比较 明智 这样的做法 我都明白 你说 其实我都觉得 很重要 最主要 我都要提醒各位听众 就是 这个是一个 退休计划的 其中一部分 最主要就是 趁现在 有能力 赚钱的时候 你尽量 利用所有 投资工具 希望可以 多些回报率 到了你退休的时候 你除了有房子之外 你又有 RSP 又有 TFSA 就是多些钱 当是一种 退休之后的 生活费用 就不用 靠政府的 pension 在这个 退休方面 你自己都 比较 舒服很多 其实 是的 还有 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自己认为 就是 好像 RSP TFSA 这些户口 其实我们应该 尽量 去了解深一点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户口 例如 RSP 有很多人未必会知道 有一种叫做 RSP 是可以叫做 RSP 的贷款 是可以做的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 去做一个 RSP 的贷款 其实 你如果 找一个 专业的 投资顾问 你其实 可以计算 我们可以帮你 计算到准确 是说 我们只要做一个贷款 假设是5000 我们退回来的退税 可以足够 把这5000元 一次过 还回来的 其实是 实际上你没拿过 任何一分钱出来 那你的RSP 就会突然 你多了5000元 去帮你 做一个退休的计划 这件事是很多人 没想过的 不知道的 首先 银行 可能 比较忙 因为客人比较多 他们不会坐下 帮你计算 你可以 买多少 是最发算的 所以就说 很多人没听过 都是 真是接触了我们 这些同事 或者我们做这个行业 才知道 RSP 是可以利用的 原来 真是拿个退税 然后就可以 还了 我实际上 我真的没拿过 任何钱出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计划 对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好的 不是说 好像拿 买三脚 出去吃饭 如果你可以利用到 这些 工具 来增加到 你的退休储蓄 计划 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Brian 你今天分享了很多好好的资讯 这方面的资讯 也可以为自己的财政安排得好 自己也安心 很感谢你邀请我的 Alan 因为始终在空气之中 跟大家聊天 可能里面有说很多 听了之后 未必会了解得那么清楚 如果万一听众是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都可以 找一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去了解一下 或者你如果想找我的 你都可以到时找我 都是OK的 Brian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的电话号码是 604 767 8248 604 767 8248 如果大家听众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给个电话 问我 不要忘记 RSP 最后只剩下几天 如果想退税 就快点去买 又或者 下一年就不要等到那么迟 早点慢慢慢慢 其实不必要等到那么迟才去买 好啊 Brian 话这么快 差不多有够钟了 多谢你分享了这些 这么宝贵的资料 记住 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你们就打电话给Brian 如果不是 你们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的 我的电话号码是 604 789 8662 604 789 8662 大家随时可以跟我联络 我也可以帮你联络Brian 除了打电话之外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节目 楼房安揭101的专页里 找到我的网页连结 好 今集的时间 又差不多 今天就谢谢Brian 多谢你 Alan 不用客气 这个节目 逢星期二 就会有新一集 上载到这个电台的网站 我们下一次再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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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远古的传说当中 龙 是象征着力量和智慧的生物 现在 龙已经苏醒 龙之力量得到解放 而且要傲视天下 每逢星期三 在一clickradio 我肥龙 还有我阿彩 将会发放龙的力量 同大家 龙行天下 我们会用尽千方百计 古怪搞笑的方法 同大家搜罗世界每个角落的得意趣闻 奇人怪事 新鲜资讯 记得逢星期三 一clickradio 双劍合璧 龙行天下 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 www.oneclicksoeasy.com one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这么简单 SO EASY